一边是为小平房的继承难题处处碰壁 一边是供女儿读书的生活中央 马女士自己选择的这条 驻扎天津的维权之路极其坎坷 她以前也算是做办公室的人 去天津之后她就是养老娘要去打工 她以前哪做过这种事 我其实心里还挺不得劲 那孩子上高中上大学得需要钱呀 那我那些推荐工资肯定不够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养老院打工 进人家家里打工去了 孩子上家了她得肯定奔我呀 我都没地住我在人家家打工 人家不让她住我 我们两个在天津站带着好几宿 我记得我都抱着她腿 抱着她大腿再一宿 可是她的家人不是还在吗 咱能不能先去问问 然后咱们有地方时的去找啊 开始啊先找这些单位啊 找了一年吧 我的一孙您为什么不先去找她的家人谈论 没有 没有 我这么想先找的家人肯定要先打架 所以我就先找这些单位 为什么先打架 这女儿是唯一继承人啊 说起这个事就话长了 按道理她们是有血缘关系吧 对不对 应该是很亲的 对啊 就是我前夫呢 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不好 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啊 他母亲要十块钱的赏养费 给他可能就告了 因为这个 母子俩关系不好 对所以对我们的婚姻问题呢 一分钱都没给 而且我说去看看老人啊 他也没懂我去 就你们结婚就没拜见老人是吗 对 所以我不找他们 我找他们我觉得也没好话 跟他肯定打进来 所以我没有找他家人 但是找相关部门 我们看到了 其实很多事情调查不下去 调查不下去 有没有想过让女儿找找他们 毕竟这是家里面的血亲 找了 就是08年一年呀 就刚才我念的这些单位各种找 你看走不通 然后我就说去看看奶奶去吧 也是通过这个公安网吧 查到了他家的信息 我根据那电话号码 跟他妹妹就联系多次 就谈到这个房产继承权的问题 他就跟我大吵大闹 我说咱们协商一下 这个继承的问题 他就说你告我去吧 你去上诉吧 我就这样 就把电话撩了 你给他打就是这句话 你告我去吧 我不知道他哪来的 这么大的底气 多次联系不通 我没办法 我只能让孩子去了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孩子去对方是什么态度 问问姑娘 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 但是那我妈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我也只能就是 去去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就拎着东西去了嘛 去了之后就是态度不是很好 就是跟奶奶说了两句之后 然后可能是小姑回来了 还是怎么着的 然后就就把我赶出来了 别来了是吧 奶奶也让别来了 漫长的12年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就是您一直在奔走 在准备 没有真正的起诉是吧 请了律师 还有个起诉状 那什么时候 体体的诉讼啊 最后说那个 过落实现了 不是怎么着的 这是哪年的事情 13年啊 是12年的 然后我看咱们的节目的时候 18年诉讼实现 有一个新规定嘛 所以又激起了我这个愿望了 我现在我诉求 我就是要把这个情况弄个水落石桌 法律上该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我就想要争取到我们孩子 应该争取的这个份额 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 这母亲花了12年 不容易 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对 为了女儿的事 不要说让母亲花12年 再花三个12年 四个12年 她都有可能心甘情愿